接下来关注的是选战的焦点 主持人余美人将以无党籍的身份 参选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的立委 虽然说目前国民党还没有推出正式的人选 但是在地议员应小威已经表态出战 至于民进党方面呢 是由台北市议员吴佩义出现 对战余美人 眼看呢对手的名单逐渐成型 余美人今天下午也发动了选战攻势 民进党终于脑袋清楚了 吴佩义才是与美人心中可敬的对手 而且民进党提名吴佩义 才是对中正万华选区的选民的一个尊重 在政治上的对话呢 我们就不必针对鸡排妹 但是如果你要我问我的话呢 我的心情是这样子的 我是发愿来中正万华 万华中正选立委的 我不是发通告来的 我想问佩义也想问林非凡 就是当初你们怀抱这么大的热情 来加入的民进党 那个初心还在吗 只要他党的性骚扰案呢 这个你们就炸锅 然后呢你们自己党的这个性骚扰案呢 就蒸发 好强调不管是哪一党推出的人选 都是可敬的对手 余美人也表示自己不是批发商 不是要不要把这些政党往他身上贴 但是如果有政党可以提出有助于民的方案 就会有合作的空间 但是他话锋一转也针对了民进党爆发的性平案 隔空对吴佩义跟林非凡喊话 询问这还是不是两人当初加入的民进党呢 认为吴佩义跟林非凡都应该站出来表态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誓言